大黑猫看着秦晨一脸的郁闷 但同时呢 也有着些许期待 什么 秦宫造化 而在秦晨烈化预见时 骷髅舵主惊怒的声音传来 轰 一道震动传来 石壁周围瞬间响起咔咔的震动 显然 这是要重新启动阵法了 冲破秦晨之前的封印 要把秦晨斩杀 但骷髅舵主阵法上造诣 显然不如秦晨 片刻之后 还是无法冲破秦晨 先前部下的隔绝 该死 此子是在烈化此物 不能让他成功了 否则 必然能找到本作所在 骷髅舵主心中惊怒 翁 一道诡异的精神波动 弥漫而出 扫过了众人 骷髅舵主想干什么 想用精神力量 将我等斩杀吗 可笑 哪怕是八戒武皇 也不可能挤用精神波动 斩杀另一名武王 这骷髅舵主想太多了吧 人群冷笑 在他们看来 骷髅舵主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用精神力灭杀他们 很显然对方已经无计可施了 只能是出此下策 就在这时 眼见秦晨身上气势越来越盛 突然 扑的一声 秦晨张嘴喷出一口血 身上气息瞬间萎靡了 不好 秦少家这怎么了 怎么他身上气息越来越衰弱 整个人快要消散了 人群瞬间惊呼 一个个是无比的紧张 如果秦晨死了 那他们逃出去的可能 将会更加渺茫了 哎 乾坤造化玉碟威力无穷 究竟能不能练化 就看你的造化了 大黑猫紧紧握着爪子 也紧张地看着秦晨 这个时候啊 连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好 太好了 乾坤造化玉碟拥有莫测神威 可不是任何人都能练化的 远古时代 哪怕魔主大人 也不能轻易将其练化 最好此次 被这乾坤造化玉碟里 力量直接承报 即使 此物必将落入本座手中 倒是好好研究一番 这远古时代 本座也只能远观地宝贝 见此情景 骷髅剁主又激动了 此时的秦晨 已经彻底没了思维 觉得身体在一股股 无法抵御的力量之下 被迅速侵蚀着 并且呢 他整个人继续缓缓地虚无起来 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仿佛却要就此泯灭一般 哎呀 不好 大黑猫惊呼了一声 他能看出来呀 这秦晨是危险了 一旦整个人完全虚化 将彻底化为虚无 融入虚空之内 灰飞烟灭呀 眼看秦晨就要彻底消失 嗡的一声 突然间 秦晨脑海中 一本古书出现了 正是秦晨重生之时 出现于他脑海中的神秘古书 古书翻开 一道璀璨的光芒 笼罩他的全身 下一刻 秦晨身上的气息 墨的暴涨 整个人瞬间变得清晰了 他手中的古朴玉剑 缓缓消失 最后融入他的手中 哎呀 成功了 大黑猫激动 差点喜极而泣了 同时骇人地看着秦晨脑海中 一闪而逝的古书 眼眸中流露出 无法言喻的震惊 不好 骷髅堕主此时是游戏转杯 心中惊怒 杀 给我杀了此次 一道晦涩的精神波动 瞬间没入人群中 而此时 秦晨的身形 终于彻底显现了 那古朴玉剑 形成他手中一个 诡异的符文 紧闭的眼眸彻底睁开 重新苏醒了 杀 杀了他 在秦晨身形显现的一瞬间 人群中突然杀出五六名武王 这些个武王 每名修围都在七级中期巅峰 疯狂地冲向秦晨 人群大惊 纷纷骇人地看去 同时呢 神色惊怒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这些人分明是要对秦晨不利呀 死 几只巨大手掌瞬间出现 直接朝这几人抓住而来 正是李玄机等人 有了之前丁千秋的事 李玄机几人早有准备 岂会让别人伤到秦晨呢 哼 报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手掌没来得及落下 其中一名七级中期巅峰武王 双眸瞬间变得赤红 整个人轰的一声 自爆开来 一名七级中期巅峰武王 自爆得有多可怕呀 而且啊 是在刹那之间 很多人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炸飞了 而李玄机探出大手 也直接被震爆了 该死 李玄机等人大惊 他们根本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果断 在他们出手第一时间 马上进行了自爆 愤怒之中 再想出手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剩下五名武王 瞬间来到秦晨身边 成五芒形状 形成一个诡异的大阵 血磨炼体阵 爆 武人双眸赤红 宛若癫狂 身上气息瞬间膨胀起来 五股力量结合到一块 瞬间自爆了 空 整个宫殿在五人自爆之下颤抖开来 恐怖的阵员席卷 化作一刀巨大的风暴 朝着四面八方抱拥 陈少 人群大惊 大喊出声 紧接着 纷纷被恐怖的余波席卷震飞了 五明七节中期颠峰武王 自爆威力得有多大呀 更何况这五人形成大阵 联合自爆 刹那间连李玄机等人也是无法阻挡 仓促间只来得及联手组成一个防护罩 紧接着已经被无尽的真元风暴吞没了 人群中 一些七阶初级级别的武王 直接一声惨叫爆碎开来 而很多七阶中期的武王也是纷纷后退 嘴角狂喷鲜血 唯有李玄机等人能勉强抵挡 但也是气息翻涌 脸色发白 真元散去 原本还剩下数十兵武王 直接陨落了七八个 重伤十几个 卓清风等人如果不是李玄机等人重点保护 恐怕爷已经死了 即便如此呢 也是浑身伤痕累累 极为狼狈 但他们丝毫不在意 只是惊怒地看着秦晨所在 某种流露出愤怒 如此威力啊 他们身在远处尚且无法抵挡 那位于爆破中心的秦晨 又会是什么结果 众人根本无法想象 咳咳咳咳咳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爆炸中央传出 而后众人就看见 秦晨衣衫破碎 颇有些狼狈地从爆炸中走出 但他气息十分稳定啊 除了有些狼狈 好像连伤都没有 陈少 你 卓清风等人看着秦晨无比的激动 怎么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欣喜之情 而其他人呢 完全傻眼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先前那爆炸呀 即便是七阶三宠五王 未必能挡得下来 说不定也得中伤 可秦晨呢 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不对 你们看 此子气息 他突破七阶中气了 旋即 众人惊骇地发现 秦晨身上气息 已经突破七阶中气了 比之前强悍了无数倍啊 这个 一个个眼珠子都要瞪爆了 目瞪口呆 真没想到啊 炼化一个预见 能让我秀为突破到七阶中气 而且 不灭圣体也跨入第六宠了 他们震惊 秦晨内心也有着震撼 看着自己右手掌心的玄妙符文 内心澎湃 不灭圣体可以称之为 大陆最可怕的炼体功法 哪怕在秦晨前世 整个五月 也就只有一名在炼体方面 达到最顶尖的九天五地 才把不灭圣体修炼到第七宠 而如今 秦晨不过七阶中气修为 竟然把不灭圣体修炼到第六宠了 这让秦晨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了 六宠不灭圣体 足以让秦晨肉身强度 远超一般的七阶三重武王 也难怪之前 五名七阶中期巅峰武王联手自曝 这也不能奈何得了他 你竟然真把玉妾炼化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宫殿之中 骷髅堕主声音震撼传来 此时他的声音里 全然没有一开始得意了 而是充满了惊骇 这事实上没什么不可能的 秦晨一声冷笑 手一抬 猛地硬在官船后方的墙壁上 轰的一声 轰然震颤起来 同时呢 一个通道瞬间出现于众人面前 直通工地深处 搜 身形一晃 化作电光 秦晨瞬间冲入通道 消失不见了 走 那骷髅堕主肯定在里面一起烧进去 怒吼声中 场上剩下的数十名武王 同时暴掠而出 杀入其中 一行人在通道中迅速暴掠 纷纷像是一道闪电一样 片刻之后 前方通道豁然开朗 一个宏伟的地下大厅 出现于众人面前 在这地下大厅中央 有一个神秘的祭坛 祭坛的前方 悬浮着一个人形的骷髅架 骷髅架全身骨骼成暗红之色 身上散落着一些血肉 将骷髅包裹了 眼眶之中 跳动着两团幽红深邃的眼苗 周身都被一层朦胧的灰雾笼罩了 那神秘的骷髅架 幽暗的双眸与众人对望一眼 众人顿时感觉如遭雷击 眼前仿佛有鬼影浮动 这股精神力 难道是五皇强者 不对啊 有些类似于五皇强度 但实则差得远 最多接近半步五皇 否则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轻易就能斩杀我头 更不可能进入这天魔秘境啊 众人目光闪烁不定 最终呢 稍稍松了一口气 只要对方不是八阶五皇层次 以他们七阶三重巅峰修位 加上这么多人联手 无惧任何挑战 没想到你们这群蝼蚁 真能找到这儿 出乎本座意料啊 黑色骷髅目光冷漠 左手突然出现一只令牌 令牌挥动 瞬间引动可怕的灰色气流 朝众人席卷而来 哼 秦晨冷哼 手中翻天燕出现 朝着灰色气流 盖落而下 砰的一声 翻天燕与灰色气流 冲击到一块 彼此交织 威能浩大 大听轻轻的震动 这小子到底什么病态 区区七阶中期巅峰的武王 他竟然能有如此可怕的战斗力 骷髅剁主脸色难看 右手再度出现一根白骨长鞭 长鞭上倒倒黑色纹路流转 轻轻一甩 瞬间拿出一片乌光艳影 如同一条咆哮的燃烧的鼓笼 雷一斩 仅尘挥剑而出 神秘袖剑上雷光暴卷 形成一道长达数十丈的定光 噼里啪啦的暴鸣声中 展现了骷髅剁主